開始這個Training Line Notifier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你想要的這些東西都寫上去這些事件 第一個是當你開始訓練的時候 就是你的Callback 就剛開始訓練 還沒開始訓練之前 就是還沒跑第一個EPOV之前 他會先進入到這個On Train Begin 裡面然後去做事情 那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用這些特殊的時間點來做一些特殊的訊息回憶 剛才做了一個簡單的是這樣 當我們模型訓練完的時候 還會傳一段文字跟一個貼圖 模型訓練完畢請準備進行部署 這邊用的就是我們之前教的Line Bot Designer 那我這邊改寫的地方只有 就是我把這個On Epoch End 把它拿出來 然後 貼到 我的這個地方 不是On Epoch End 是On Train End 這個地方 拿出來 然後貼進來 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裡邊改寫 因為 我們要發那個 Post Request 可是這個地方是他自己有本附贈 所以這邊你就要把它刪掉 那要怎麼發呢 就是 發這個Notify 他的這個 他的繩子碼在最後的Notify這個地方 Request.Post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地方 改寫 就可以去發一些特殊的訊息 那我改寫的方式呢 是用這個 一個 我們的這個 Google Apps Script 然後我剛才在 這個模型訓練通知這個地方 又加了一個新的 程式碼 我先把它 刪除 我重新做一個 我在檔案這個地方 然後先加一支 新的程式碼 然後 讓他就是用來 特別 部署給這個 就是我們模型訓練完的時候 去發訊息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按下指令碼 然後我就隨便給他一個名字 例如說 On Train And 然後接下來我回到這個程式碼這個地方 把它的程式碼全部 複製 然後把這邊 複開掉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 改寫裡面的 這個訊息 就好 那這個訊息呢 就 我就 在 我是想要這樣 是在我們 訓練 次數已經結束以後 就發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訊息 一個文字一個圖形 然後就可以搭配我之前教的 這個 Minebar Designer 去設計 然後我先把這些刪掉 好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那這一支呢 等下就被我們 會被我們部署起來 就是On TrainAnd的時候 會發一個 Request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讓他去發 剛才那兩則訊息 給我們的 使用者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需要 這個E 就是我們不需要傳 傳遞進來 因為 我們 訓練完的時候 傳遞的訊息 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不用傳遞訊息 我們的資料進來 我們把E砍掉 然後我們把 最後這個地方 砍掉 因為我們不用return 任何東西 然後接下來要改東西 就是這個 我們要發送的訊息 Messages 裡面 它裡面本來是一個list 那所以就是說 你這個messages 可以發不止一個message 那我們剛才所說到的 一個文字的message 加一個貼圖的message 就可以被放在這個list裡面 那這個 要怎麼寫呢 就是打開我們的 Linebar Designer 然後到我們的 訊息這個地方 然後例如說我先加一個 您好 然後 您的模型已經 訓練完畢 請驗收並且 進行部署 然後接下來 我們按下 Enter 然後你會看到它 在右邊 就是 它會發出USD 這樣子 那它的程式碼 對應到 下面的json 這個地方 我可以把它 然後放到這個地方 當作第一個訊息 然後第二個訊息 就是我們的表情 就是我們的表情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到訊息這個地方 然後去加一個貼圖 然後就隨便選一個 你覺得 就是訓練完的時候 適合的貼圖 這邊就 就用這個 然後一樣把它 產生的json碼 複製進來 貼上來 然後把它說法一下 看起來比較快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這兩個訊息 都塞到 我們後面這個messages 裡面這個 這個列表裡面 然後按下 記得要按下 Ctrl S 儲存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 把它 貼圖上去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要記得 執行生任務 是自己 然後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順序 然後按下負屬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這個 網頁應用程式的網址 複製起來 然後 回到 我們這個 程式碼 這個地方 然後 然後先貼上 這個是我們的 URL 我們 在 模型訓練完畢的時候 我們要向我們部署的這個服務 去發出一個request 然後讓他 對我們的使用者 發出 剛才 這兩個訊息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直接複製這個字 就好了 request Post URL 好 然後就改完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重新 運行一下 剛才的程式 然後在這邊 為了你 就是去 就很快看到結果 這邊訓練次數就把它改成1 所以他訓練一次以後 你就會 看到他的 這個結果 好 好 然後你會看到 我訓練一次完以後 我的 模型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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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